歡迎收聽人民文化網上電台 毛宗生先生講課錄音選播 第25回 主持 譚寶珍 在上一回 毛先生的講課裏面 毛先生指出 孔子的忠心思想是人 淺人知天 孟子的忠心思想是盡心知性知天 人和心是屬於主觀方面的 而天是天道或者是自然這個理 是屬於客觀方面的 主客相合統一為一 就可以講能夠通天道了 怎樣才能夠通天道呢 用現代的話是講怎樣才能夠 使主觀的想法和客觀的實在 統一起來合而為一 統一為一呢 孔子提出人 孔子提出人 孔子提出心性 其實就是指出通天道的實踐途徑 能夠通天道就是能夠主客合一 使到主觀的思想和客觀的情境是切合 孔子提出成 這個概念就是標示這個主客相符合的景況 為天下之成為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持在盡人之性 能盡神之寸 唐君帝先生说:"人知人极,于赞天地之化欲,故人可保自然天地之所不足,而与自然之天地参。 参可以解为参加,赞可以解为赞助,天地是化欲万物的,人怎样才可以参加,与天地一起化欲万物呢? 唐先生认为人,这个人极,人德,这个品德,是可以赞助天地的化欲,因为人可以保自然天地之所不足,人可以参与自然天地的化欲。 很明显,不是随便就可以参天地赞化欲,在儒家的观点,认为你要有人的心,人是什么呢? 人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荣,你能够感通到人和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参天地赞化欲了。 中容提出性,为天下至性,为能尽其性,心性都是通过性,才可以尽,你能够尽这个性,包括人性,物性, 能尽其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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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能够参加天地之化欲。 刘先生在上一回举出,共产党的大跃进是假大空,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怎样可以参赞天地化欲呢? 假大跃进是在19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的了。 这一个大跃进是要求在农业,工业,国防等方面都大大的跳进,大大的提高,生产上要提高,国防上也都要增加能力, 例如要做原子弹等等。 这个主观的愿望号召起全国中国人民, 每个人都很开心,每个都红心壮志。 但是,怎样可以完成哪一个大跃进呢? 如果不符合天道,不符合客观的天道,可不可以完成这个大跃进呢?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大跃进期间,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准备,我们就知道了。 首先,在行政方面,共产党将已经分了给农民的田地,以合作社形式,一下子就全部收归各有, 不允许人民拥有私人财产。 这样做可以使国家立刻得到庞大的人力、物力等生产资源可以使用。 第二项改革是农间的方式的两项改革。 这两项改革是根据苏联的生物学家的理论而作出的。 这些措施包括物质,物质是指将种子软密于常规来播种。 就假设这些种子之间是不会互相竞争。 但实际上,种子是会互相竞争,而妨碍生长,结果是会降低产量的。 另外一项改革也是根据苏联专家提出的。 他们鼓励中国的农民深耕,深耕是深耕到一两公尺。 他们相信肥肥的土地是埋在一两公尺的深处。 这些深的泥土是有助于植物生长超大的根系。 未翻出来的不是肥肥的土地,而是沙石。 将原本表面肥肥的土地就埋在下面了。 结果可想而知了。 根据共产党自己的解释,由大跃进变为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就是打麻雀运动。 打麻雀运动是标记着除四害而发起的。 四害就是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 在1958年2月就开始打麻雀运动,要除四害之一。 教育部长、生物学家周建仁,在北京日报一篇文章, 有些一篇文章这样讲。 麻雀是害了,害了当撲灭,不必犹疑。 有没有人反对呢? 有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说法, 为什么会将大跃进运动变成大饥荒呢?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打麻雀运动。 打麻雀运动是依据除四害这个号召而发起的。 四害是指老鼠、麻雀、苍蝇和蚊。 发起这个运动之前是在1957年1月18日, 教育部副部长、生物学家周建仁, 在北京日报一篇文章提为 爵是害了,无需怀疑。 那篇文章这样讲。 麻雀是害了,害了当撲灭,不必犹疑。 为何麻雀是害了呢? 因为麻雀吃了很多穀物,因此是害了。 因此是应该被撲灭的。 这样的逻辑是由一个生物学家,教育部副部长发出。 于是在1958年11月上旬,被杀害的麻雀就有19.6亿。 这个运动的开始是1958年2月。 相距只是几个月就杀了19.6亿麻雀。 麻雀被杀了。结果是怎样呢? 害虫更多。 麻雀是消灭害虫的。 麻雀是予料还是害了呢? 麻雀被撲灭之后, 农产物是有减无家。 是不是没有人反对呢? 当时是有的。 一位姓朱明沙的学者就有反对。 而且引用了很多史料。 他引用了一本18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自然界的奥妙一书》。 他说,在1744年,肥特列大帝,原想除掉麻雀,结果麻雀没有了。 而果树的害虫,因没有天地, 愈繁殖愈多,把果树叶子都吃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 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逼去外国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 朱洗继续引用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奥大利亚为撲灭害虫, 从外国引进麻雀的成果后说。 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害得失,应该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 但更多的时间是有益的。 他郑重提出,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结果是怎样呢? 毛泽东根据当时情况综合判断, 后来在中共会议上全体讨论, 认为麻雀以穀物为食,影响到农业生产。 因而将麻雀定为四害之中的老四, 在中国开展了除四害运动。 首先就是又要除麻雀了。 以上三个例子,能不能够说明人的主观想法不能够通天道呢? 这个讲真话的猪洗,结果是怎样呢? 在几年后开始文革之中, 这些反对打麻雀运动的科学家, 就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 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 反对高子氏等等罪名,受到残酷的迫害。 书洗在1962年已经病逝, 但是此时仍要被扣上把毛主席等同肥烈特大帝相提并论, 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 因此受到红卫兵挖焚, 暴晒其丝骨。 为何说真话会受到惩罚, 说假话会受到褒羊呢? 为何红卫兵会做出这些事情呢? 他们的判断力去了哪里呢? 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 或是因为他们没有科学常识呢? 天道是无所不包的, 自然规律当然包括在内, 因此要通天道, 不单止是要从德那里做起, 我们还要尊重自然科学, 尊重经验知识, 研究和学习, 经验知识, 科学知识。 以下听下毛先生的讲话, 录音吧。 终于起来将军故事已见了, 一开始出现, 一开始出现, 就是从现前那个, 从那一梦路上, 从一旦发现, 发现到最高峰, 他就从这个最高峰点的时候, 就说宋余甲学, 你不开的, 宋余甲学, 宋余甲学的开端, 由周年区开始, 他就从那个最高峰的地方讲话, 从现前余甲, 所以发现到的那个最高峰, 从那个地方说, 这个高峰, 现前余甲, 从那里梦路, 所以发现到的那个最高峰, 碧鷹边的灌币。 会 как要那里梦路不是吗? 刘营す помог。 拿去平时站, 的人一这个而言. 他掌摩着!他朝 рос Ary Akumara 到人意我們要它的美衛過之後, 当去了七月其實也ğı not,只有四對之。 所以這歌作為慶英, 딱 it acoust and light itono, 是慶英,這是慶英和慶英。 慶英就像慶英,慶英就像慶alnya外的道。 神明就是在夕來慶上。 利用孟子之關那兒講的這個信心, 和孟子之關那兒講的那個道士, 同一,同一也就拿個清來表示, 這個同一體,這個同一體這個體這個分子,就是清體, 這個孟子的清字來表示。 同一體就是成體。 所以說,我們才能學, 自清明文的信,不明清明文的教, 清的天的道也,清的天的道也。 清的信,清的慾,就是命中的動作,命中的命中的化。 你填下去自清明文化, 這時候那個清都是第十個孟子, 有十個cosmos,不一樣。 他清的那是個孟子, 但是他清的信心著,聚之著,命中著,動作著,變變化為整個事情文化。 這樣一來,這個清的這個moral reality, 就變成一個unto-cosmological reality。 這是通私的,通一個東西。 就像是一條不然之間, 他並沒有回征你啊。 所以這個清體啊, 同時經濟道德的右手,跟其成右冷地。 因為中國沒有像西方的亞歷斯科德, 像西方巴拉圖來說, anthology,人家說cosmological, 那不是moral, 那anthology,沒有的anthology, cosmological是moral, cosmological, 他並沒有像西方那個都立意義的anthology, cosmological,沒有的意義。 像是看著前 GoingT algo神的帽頭, 像是這做 north的卡在這裡。 那形成那里 Pas來都叫那個師法是那傳統uba. 那他是Fung contain這個多立意義的帽頭在這裡。 所以你看 kyatタシ所他叫做 Dunrod ça, 那一刻始終他頭匪。 他本性就不透了,他本性就不透了。 终于居然秦始于车,能否去一段子? 然后,我们要不去一段子。 青年,最近都表示了,《区关门》和《科广门》的会议。 人家学了心情, 到这也会是,所以, 再等一句话。 统计化,统计化就是科码门到底是无限的,那么区科码门也变少回来。 这个在中央一下子一定没有做表明嘛,孟子还没什么明白。 一家全员,全员就是创造圆的,就是创造圆,创造万物,创造全体万物,大在全员,万物主持,这是一家的持久,那道家怎么讲呢? 一家,一家是大在全员,万物主持,老子呢?老子怎么讲?老子怎么讲? 全体就是有名人,老子是剔手,那道家的价格,一个目就是全体万物的一个开始, 主持,假如道阿伦伦并不能藏到一代,他并不能藏到一代, 那就是高亚,一家的真点之下,那有一个意思,一家的讲藏到, 这个藏到一代,你一定清楚地讲一代,这一代,所以他讲身分之施, 所以叫重新计划 重新计划 但是说 主动文化的计划 如果中文人的训绩 两边是客观两边会议 你这种训绩来教会人的权 因为权然不是你修论中心的 这小数人要解放他对 你不能说割蛋 不能割蛋 抢你修论 那是宇宙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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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宇宙论论别 它是宇宙论中心的 寝宙论中心 同时是虹头 它是虹头 那就不是宇宙论中心 宇宙论中心 是割蛋的这个 那是宇宙论中心 那个是宇宙论中心 那个是虹头 那是宇宙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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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议把他夹坏 这个又没道 你为什么一件 家庭他净真是宇宙论中心 但又不断 有时候宇宙论中心 宇宙论中心 宇宙论中心 你去什么 不清晰的 那都是什么东西 你去你的家都不死了 你去你的家都不死了 你家公主都不死了 你都不了解 就连爷爷都不死了 你都故意家 故意外人家都不死了 故意呢 故意呢 这个也不对 你没有说 你故意把我家长博里 也没有道理 这就是个观念 观点 所以他有好多话在说 有什么无意 无意人 不无意外人 那是宏怀同志 很明亮 他随便相同意乱 这就是对于称在 对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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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持有的那些事 但是说你吃饭 对吧 你价值得做成有的那些事 就好想办 是吧 总和你往来看到 这就是对于称在 做价值的那些事 就是因为到 中国有到处做价值的练习 所以快乐上来了 这就是对于价值的练习 对于价值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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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价值作传有论的解释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对价值作传有论的解释 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中庸逆转 并不是对价值作传有论的解释 盧先生指出正好相反 中国人以往都是习惯于对存在 作价值的解释 就是因为中国人到处作价值的解释 所以科学出不来 大跃进是否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呢 以上关于大跃进的资料 是取自网上的维基白货 下星期五我们会继续讨论 整个观念 下星期五继续收听 下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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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